然後我就後來換成西洋施草之後 我就進了那個廟裡面走 我第一件事情就把那個金油拿出來給他噴 然後他就拿出來他就在手上一噴 我就說欸 長出發財樹欸 他就說你有換配方嗎 後來我又跟他講一下 他就說 都長出發財樹我還告訴你這裡面有什麼 然後沒有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我就說那你再幫我去跟財神岩那邊確認看看 然後他就說不用確認了 都長出發財樹來那肯定就是這個了 他說上次你給我的那個 還沒有看到財財樹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喔好 我說不過你有空你就幫我去確認看看 就這樣子 然後過完年之後呢 我是跟財神岩那邊 後來就再講說 欸你把你的保密帶給我看看 而且他就跟我約了一天 那天其實天盤地銅還嚇我 還沒有 我本來還不想帶東西出去的 你知道嗎 然後我都已經嚇了 對我本來還下雨 然後呢 你知道我本來什麼東西都不想帶 我也不想帶什麼金油 就是因為他還跟我講 欸你東西記得帶給我看喔 然後我想喔 好吧 然後所以我又跑回去 我就去拿了一堆東西 然後我就想一想 我想說 嗯好吧 把金油拿給他看看好了 我想說他這麼敏感的人 然後我就說給貝比看看 到時可能東西都混在一起 我就沒有那麼注意 是原來那百分之九十的 還是後來加了失潮的 所以失潮是百分之百的意思嗎 加了失潮是百分之百 對對對 我拿到的是百分之九十的 對 然後我拿到的時候 我就默明的跟他說 我們來做這個生意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但是我就覺得 欸這個東西 因為我也不會通理 所以我就在想說 那我 你算是會通理吧 我覺得我不太 我不太搞 其實我自己搞不太清楚 所以我也 我因為我看不到 我沒有臨時力喔 結果通論起來不是有臨時力嗎 很多畫面 你有那麼多畫面 那就算是臨時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的 透明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你也是臨時的嗎 所以你也是臨時的嗎 看不到 感知 感知對不對 對 因為我也比較順心的感知 可是你靈魂出竅的時候 你也算是感知了吧 那就是臨時了 那就是臨時了 那你靈魂出竅的時候 你靈魂 你靈魂看到的那個世界 不就是一種臨時嗎 你靈魂出竅就不就是一看到 對不對 你靈魂出竅就不就是一看到 而且你這樣 可是那個沒有辦法佐證 所以 有可能是你個人的想像 對 有可能是你個人的想像 對啦 我覺得 通靈就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正視 是你無法正視 雖然我常會有一些畫面跟感受 我也都是用這樣子 跟後來師傅說我做土地位才 是用這樣子的感受 然後去跟我們財神做確認啊 做詢問事情 那其實真的無法佐證 我唯一的佐證就是 滑筊 那我就覺得 滑筊對我 對我來講 機率的問題 但很常時候就是那種 連續四五個醒筊 或七個醒筊 我都覺得機率太小了 那我才會覺得 在財神廟丟出十幾個醒筊 對 因為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是那你給我連續三個醒筊 就是我會一直 重複的來確認這件事情 那我才會覺得說 那可能真的就是 他要告訴我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跟你的畫面 跟我的畫面是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我拿到的時候 我就是拿給我會聰明的朋友 那我會覺得 然後我朋友一噴 他就說 是托尼哥 對托尼哥 托尼哥就說 欸你這東西哪裡來的 托尼哥也是個神人 對 我就說 欸是我朋友給的 他說是財神爺 給的配方這樣子 他說你這有能量喔 可是大概只有 大概快九十趴 他說他跟我講一個很精準的數字 說八十七 哦八十七 不能再更高了 對 他就說八十七 好去念 然後我就想說 對我那時候就想說 然後他說我都九十趴左右 但托尼哥就很精準 就只有八十七 然後我說 喔那 那這樣可以用嗎 他就說可以 然後我就說 那這樣子托尼哥 如果我做這個生意好不好 他說你知道怎麼用嗎 我說我不知道怎麼用啊 不就 金油不就拿來噴嗎 結果他就說要噴手掌 嗯 然後門後門還有一個貴人 所以他就說 貴人要噴手背 然後 財神要噴手掌 這個是他借到的去期 還是 他借到的去期 然後他就說 欸財神業現在來了 他在告訴你這個東西要怎麼用 然後他還告訴我 這個東西要賣多少錢 喔喔 然後你就在他販東西的時候 對 就是托尼哥就告訴你 那才是我覺得到的現在 就這樣 然後我就回去就跟他說 欸 那我幫我們來做這個生意好了 可是我們 但我其實心裡還是會覺得 這東西不是我的 他就說 我們能不能做這個生意 所以我們要說我要去問你上那個財神業 也不是你跟我兩個人說了門去就去 對 然後賣就賣 所以我們就三月 因為畢竟那也是那個朋友生日禮物嘛 我們也不知道那個財神業他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約了三月八號 去了這個文財神業 所以你們去那邊幹什麼 沒有 我們就問說我們可不可以銷售這個東西啊 然後我們就要開公司啊 要怎麼做啊 然後最後我們要離開 我們就會問說我們圓滿可不可以離開 那我們去了六個人嘛 談那個朋友 所以我老公帶我去的嘛 然後他有一對夫妻 我們總共六個人 然後五個人都可以離開了 但我怎麼樣就是離不開 所以我們要說我們圓滿可以離開了 就剩對我們今天的事情就圓滿了 這個事情還要問啊 對就是那個還沒問完就對了 其實我們以前也不知道拜拜有這麼多規矩 我們也是認識他之後 他就跟我們講說 欸你 要離開 他就轉頭就走啊 對他說沒有你要告假啊 你要告他你要走了 我是不是圓滿可不可以 我今天是來先問你事情 然後請問我是不是應募 我們開會是快要開完了 對 他的意思是說你要有禮貌嘛 因為你來跟人家問事情 問完事情你要告假說 欸你要走了 你要走了 是不是這個事情都交代完了 對 所以他就是告訴我們這個 所以他就叫我們每個人都問 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行歸就可以結束了嘛 對 但我怎麼都走不了 那時候已經也是大概丟了十幾個吧 就從頭問到尾 是哪個議題還沒討論完這樣子 沒有 我就想說為什麼不能離開 然後就是 他就 那個朋友就跟我說 欸有神明到我 那我就想說 喔有神明到我 對那個男神 就跟我說有神明到我 我還有事就不能離開 所以我就在想 因為我剛到那個廟的時候 我在三樓 他那個香爐都很大嘛 三樓剛好是玉皇大帝的 就是工作一樣大 那你進去就被燙到了 我一進去就被燙到了 而且 因為我很常去廟裡被香燙到 所以我那一天是特別特別的留意 我一定不要再被燙到 等我們下午兩點其實沒什麼人 然後那個爐其實大概也大概十隻左右的香 那我就非常看得很精準 找了一個角落 想說就是他旁邊都沒有香嗎 我會想說我就擦下去 結果我還是被燙到了 小莫子就被燙到了 而且那香有很短解 那會在角落 所以旁邊你爐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一擦下去就被燙到了 所以我就在想說 喔我在三樓被燙到 可能是三樓的神明到我嘛 喔 所以我覺得他們說被燙燙到 是神明 神明 神明 對 不能用比較溫柔的方式嗎 給一顆糖果什麼 大家都可以拿 糖果自己可以拿 對 他就說 用這麼狠的方式 神明也是個狠人啊 他就說我到一樓的時候 我就去洗手 會很燙到嘛 然後他就說 欸 我朋友就 我跟他第一次見面 他說你怎麼了 我說沒有我咖啡香燙到 然後我去洗一下手 拎布一下 他又說 喔 那你被神明做了幾號 他有一隻 這一座幾號這樣 我就想說 嗯 喔 那然後呢 大家做我幾號要做什麼 其實我也搞不太切 壞好處 哈哈哈 就是 好不好 可能以後馬上那個 延收我的聲音語役吧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喔 我在三樓被燙到 在三樓被做幾號 所以我就從三樓的神 要請問一下 是不是因為皇大弟找我 我也沒有龜 那請問一下 是不是陡老闆 我也沒有龜 然後我就想 喔好吧 三樓沒有了 就二樓 然後我就二樓 好像沒有兩尊神吧 對 然後我就問 然後也沒有 然後我就想 好吧 那就剩一樓了 那時候已經就是 前面的問完 不讓你走了 對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 一直問都沒有龜 而且都是坎龜 不是那種 笑碑 那我就想說 這也太神奇了吧 然後我就想 好吧 那我就問到一樓 然後我就想說 左邊問完了 然後問右邊 都沒有 那我朋友已經 有點不耐煩了 我覺得 因為其實這樣 丟下來已經好幾個了嗎 然後他就說 那你問他是不是要寫書文 那也不是 然後他就 就是那個朋友 他就說 那到底是什麼 他真的等不及了 他就跟我說 算了我直接問你好了 我是不是想說 那個男生 對那個男生 因為我已經太 就是問了一輪了 他說 那我直接問你 我就說 好 他跟我講了一串 靈語還是天語 我聽不懂的話 但是你還回 結果很妙的是 我竟然用靈語回他 然後當我意思是清楚的 我就覺得我們兩個在聊天 所以你知道他在講什麼嗎 我的意思大概知道他在講什麼 我覺得就是聊天 這麼神奇 然後聊完之後 而且很神奇的是 聊完之後呢 我就跟他說 欸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可以走了 好像已經聊完一天 我就可以走了 我就說 等一下我們活寡 就可以走了 然後我就跪下來 他就說 那是誰找你 我就好像說 就是文財神吧 因為我從頭到頭 我就沒有問文財神 因為我剛去那廟的時候 他還不太理我 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沒有想要問他 然後想他不理我 為什麼要 怎麼會找我 他有沒有不理你 就是我們要加持 我們要加持我們的精油 可是文財神就一直不幫我加持 後來是旁邊的那個 加持奶的精油 就是我們做好的精油 剛剛旁邊還有一個 扇財神 扇財跟福財神 跟福財神 那後來是福財神幫我加持 文財神在中間左右 左右 有一個扇財神跟福財神 然後我剛去的時候 那個朋友就說 你們可以把你們的精油 拿出來請財神 是不幫你加持會更好 結果我們兩個財神 也都不幫我們加持 結果後來他就說 他要請散財神加持 我要請福財神加持 所以我們加持完 所以我壓根沒有 我就覺得你不幫我加持 你怎麼會找我 但我們講完淋漓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們可以走了 然後我就說 那你問是不是 那個財神 文財神找我 然後就請規 然後說 欸是他找我耶 他說那你問他找你幹嘛 然後我就站著 然後後來我就 反正就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做了一個 拜拜的儀式 然後就跪下來拜 然後拜完之後 我就說 恩 他找我應該就是 我欠他這一拜吧 對我就想說 那拜完我應該就可以走了 特殊的拜還是說 就正常你 沒有特殊的拜 就是那種三貴九扣的 那個拜實力 我沒有沒有 我不會這樣拜 然後我還做了一個 什麼 什麼 手勢還是什麼 特殊的拜吧 當我那時候其實就是 照著我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做了這些動作 結果那個朋友就說 你知道你在幹嘛 我說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好像就他叫我拜 我好像欠了他一個這個拜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他說 你剛剛在一起拜師大禮欸 我就想說 拜師大禮 那我要拜誰為師啊 因為上面有三尊嗎 然後說你問一下 是不是問財神 要收你做土地 那我就問了 就是他要收我做土地 然後他說 哇 因為他很常去 然後帶了很多人 他說他沒有看過 財神也在收土地的 那他自己是土地 他不是 他也不是 因為他其實也有想要拜 財神爺 拜師 誰都想到他土地 誰不想 可是財神爺都不收 所以他其實也有去拜過 現在財神爺就不收嘛 所以他非常的訝異 那這樣子 所以我剛剛就拜完師了 他說對 那你說你再問 然後問了 就請歸嘛 那我說那這樣我今天就可以走了嗎 那你問是這件事情 拜師結束 你就可以走了嗎 我就說 喔好 就問了又是行歸 所以 我就想說我們前面 大概應該有個快十幾個歸 就是砍歸 然後現在要拜師這個 好像連續四個還五個行歸 我就一直確認嘛 然後我就覺得這對我來講 我覺得太神奇了 就是那個機率 那我們就離開 反正從那一刻開始我就覺得 喔好吧那 竟然師父是 就是 我都已經敗了 那我覺得機率很強 那我就成福吧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這樣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如果是會有什麼需要我們公司做調整的 我就會去到廟裡 那我會有印象 你怎麼知道師父要你公司做什麼東西 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怎麼有時候是他會跟我講 其實我也常常講 有時候是他會跟我講 而且是我也常常傳愛對不對 沒有 這個事情其實也蠻玄的 因為我跟他方式就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像他會看到畫面的 可是我是常常坐在家裡 突然會有一個感知 就是會有一個關鍵字 譬如說 媽祖 或者是什麼地藏王的薩 或者是某一個神明的那個關鍵字 但是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會打給我 沒有沒有沒有 有的時候我會打給他 有的時候我也不會那麼快打給他 我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會不會就是一個 會不會想到 對 會不會放過去這樣 但是最神奇的是 我什麼時候會打給他 最神奇的是呢 如果你今天出去 然後呢 你在一個辦群的場合 然後 那個人你都不認識 坐下來他跟你聊聊聊 然後 他又不是這樣 他又不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然後 他們只要對她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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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再有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